毫无疑问,瓜比奥拉是成功的,无比成功的,从出任巴萨出任主帅那一天起,没有人能想到如此年轻的一位少帅,能在未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,可以说一一几只改变了现代足球的发展趋势,巴萨梦三时代正式宣告到来,伊布、雷西、哈维、伊涅斯塔、普洛尔等等星光闪闪的球星,成就了巴萨的辉煌,六冠王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,但是,这些成就里伊布, 伊布是那个最黯淡的人,在巴萨就提了一个赛季,最后草草走人,仿佛不去看看伊布效力过的球队里还有巴萨,伊布的到来,起初的设想应该是想让他充当一个支点,为队友提供帮助,让巴萨传控打法当中增添X因素,因为当时足坛的大环境即使,身材高大,肌肉结束,小技术粗糙的肌肉时代,让一身高170的人和欧洲高大的人们去拼身体,显然不太现实, 伊布的到来就是让队里也有一个人可以去和对方后卫肉搏,争抢投球,可是结果是以愿为,伊布的风格和球队不兼容,伊布大帝又不愿意给别人当小弟,结果导致赛季结束,转会到其他球队,而巴萨亲儿子伯扬呢? 这护压根就没踢出来什么高光的时刻,也只有他在清训队时期打破梅西的各种记录可以拿出手了,不可否认,柏阳有天赋,但没有媒体说的那么富有天赋,代表巴萨的初战里,可能也只有打破梅西保持的最年轻登场记录的时刻,被球迷所记住了吧,一线队的生涯,可以说是平淡无奇,经常是踢几场比赛就被血糖, 存在感时有食物,有人说提拔柏阳是阶梯小罗,又有人说让柏阳用老练的跑位,冲单球队的另类中锋,可都没有踢出效果来,柏阳也自此开始了流浪的旅程,伊布和柏阳都是有能力,有天赋的球员,没有在巴萨踢出来,只能说教练没有研究透两个人的使用说明手册,又可以说是巴萨独特的体系,让两个人无从适从,迷失了方向,不能说瓜迪奥拉用人失败, 毕竟瓜帅用传红击败了当时多少的资深教练,开创了现代足球新的血液,同时也造就了辉煌的巴萨,可以说现在的巴萨还是在多少吃着一些当年留下来的老本,伊布离开巴萨后在大巴里表现足够惊艳,只可惜另一位柏阳,还在挣扎,流浪,昔日的拉马西亚天才如今迷失了方向,世界上有天才的球员不少,可真正把名字留在足坛的天才少之又少,所以,有天赋, 故然重要,后天的努力与遇到一位自己的伯乐是多么重要